大家好我是董正榮 那首先呢我們要先來談一下自我分析這個部分 首先呢你要看一下你的學歷 像我是一路念到數學研究所 第二點你要看一下你的經歷 你做過什麼工作辦過什麼活動 第三個呢你要看一下你的優勢專長或者是興趣 你有興趣做的事情或者是你自己的專長或是什麼 有什麼樣子的優勢 例如說像我的優勢就是我數學或英文都很強 所以呢我可以開很多國外的英文 那我的英文聽力也都ok 外國人講什麼基本上我都聽得懂 第四點呢是你知道你的優勢你要知道你不會或不知道的事情 當然最糟糕的狀況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並不知道 那我們還是檢視一下例如說你在網路傳染上你不知道什麼 你說你不知道要怎麼做等等的 第五點就是你的缺點 這個呢需要一點面對能力還有自我反省的能力 在你過去啊你失敗的時候你常都失敗在哪裡 人際的關係呢家庭還是毅力還是脾氣還是信心呢 這些都會影響到 好第六點 你手頭上可用的資金 你呢準備呢拿多少來投資在你的網路創業的事業上面 第七點你的收入或者是支出 有時候你目前的收入支出大概多少 銀魚有多少還是負債有多少你要先心裡有個底 第八點就是你的急迫性與需求 也就是說你目前之所以學網路創業或網路賺錢 是因為什麼樣子的需求 你有多緊急 所以你現在手上需要一大筆錢呢 還是呢你只想要學學看 這個急迫性呢是很重要的 因為呢在我們這個課程裡頭 我們分很久的時間慢慢的 打一些網路創業的重要資訊跟你分享 那如果你是那種一個月我一定要 就在網路上賺五萬塊十萬塊 那這個課程可能沒有辦法滿足你這樣子的需求 所以你的急迫性很重要 那當然你有這個急迫性 嗯你自然可以從這個課程當中學到更多 因為事實上 急迫性是在 呃實際上呃創業 或者是說在工作上 或者是說在賺錢這個主題上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一點都不急 那你就會慢慢做 事情就會很慢發生 第九點就是你的時間 你能夠投資多少的時間在學習 就像在我們這系列的課程中 我們只要求你一天投資五到十分鐘 然後再加上一點寫作業的時間 可能根本就不到三十分鐘 還有 你還有多少時間去額外去學習去實作 你要怎麼去安排你的時間 呃安排你的工作 還有課餘 還是你現在是待業中 所以你的時間很多 等等的 第十點最後一點 也是最重要一點就是你的心態 你是 呃 輕輕猜猜差不多呢 還是你是真的很認真看待 還是呢 你只是試著挑軟的吃 呃你想要找一個最輕鬆的網路賺錢絕技 還是呢 你想要找那種最快的 然後 呃完全在家工作 然後 不用去說服人家還是什麼的 你的心態非常重要 因為在網路上有太多太多 現在號稱 網路創業 呃 的 一些 課程 或者是一些 活動 那你會發現 通常 心態不是很正確的人 也就是說 如果你一味著往前看 我就是要看錢 我就要看錢 我就要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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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賺最快最輕鬆的錢 你會發現那群人 大部分都會 掛掉 而且你從事 殘職下的時候也是發現 賺錢絕對不是你 創業成功 唯一的 最重要的因素 它是一個次要的因素 最重要的是 你一開始你的目標是什麼 你有什麼遠大的夢想 比如說你想要去幫助別人 就像我與你分享 我主要的目的是為他幫助你 那同時也可以幫助到我自己 這些心態很重要 那大部分97% 甚至99%的人都失敗了 但是我知道我也是成功的一個 這種心態也非常重要 這其實是一種自信 好 所以呢 我們有一些練習給你做 那你呢 呃 初步的了解一下你自己 就這樣